试一下,就是把那个乘积字换,就是把那个刚刚的年龄换一下 那换的方法当然第一个,你一样就是 按右键,new 一个新的module 这个module 名称也许叫什么,叫乘积 其实这个地方打 name 的话,打中文,打英文,其实都没关系 也许我这边把它改 打中文好了,给乘积好了 然后呢,finish 你按右键,new 一个新的module,按finish 就是又产生一个新的模组 然后呢,按cancer就不需要template 那如果说其实你要重写嘛 那其实刚刚的程式 跟你要写的程式如果很接近的话 那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怎么样呢 可以把它复制 贴过来改,有时候比较快 如果是这样子比较快的话 理论上当然是不建议啦,不过有的时候啦 如果你确定你的这个方法没错的话 那其实这样,比如请输入什么 你就把这边改一下吧,请输入乘积 然后呢 前面的变数呢,假如我们不要叫h好了,我们叫scope或者是其他的 不要叫a好了,那你可以什么 可以取代,我喜欢按ctrl加f ctrlf其实就是寻找加取代 那如果把h改成a好了,名称我换一个好了,换一个a或scope之类的啦 那你可以把它什么 确定一下里面应该h应该都是变数,那你可以把它repress,repress all ok,全部取代了 那请输入成绩 输入进来之后呢,如果他的成绩呢是 所以由a到b到c 到d嘛,所以呢,应该什么?a如果大于 等于80的话 那他就是a,所以你这边可以改一下,所以其实很多地方不需要重写啊 应该可以理解,然后呢lf,如果他的成绩是大于 大于等于应该是6,这边应该是70吧 而且呢小于 80,或小于等于79啦,ok,也可以啦 有没有,小于等于79,所以就是这个区间,有没有,就是什么,这个就是b 然后再来的嘛,就是c嘛,那c的话呢,当然就是,如果是大于 假设等于,大于等于60 然后呢,而且呢,小于等于多少,69的话,有没有,60到69,那就是c 剩下来的话,那就d了 ok,应该那个问题吧,所以把它执行一下 那假设我输入成绩啊,如果输入78分,那应该会落在b ok,没问题啊,那除此之外,我再乱乱乱一个啊,比如说52分,那应该输入落在b ok,没问题 ok,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啊,以后的话蛮多地方啊,都会用类似的东西 那只是说目前我们跑一次就执行一次,但未来还会配合所有的回圈 那回圈的话就是把大量资料怎么样 直接就引进来,有点像是这边开头的地方就引进来 然后呢,自动会帮我怎么样 把外部的资料呢,通通放在a里面去,然后判断完之后,再另外再输出,也许输出到资料库,输出到档案,可能就是做 这种大量的资料处理的话,那就很快了 那中间的话你只要需要把这个逻辑写出来,这样就可以完整你要的结果 所以这部分很重要,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就是把刚刚的这个年龄判断改成成绩判断 这个算是相对比较简单的逻辑判断 所以如果说将来要再把它改成所谓的BMI判断的话 BMI OK BMI的话基本上就是会输入两个条件 一个身高 一个体重 然后最后的话告诉我它BMI 是多少 是多少之后的话呢 再做那个逻辑判断 那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 那请各位试试看,你可以 从头写也好 或者是说你要 把刚刚的程式贴过来改了也可以 OK,主要就熟练就OK了 试一下,就是先从那个 如何建模组 然后再把那个程式完成 整个过程试着把它熟练 好 OK 谢谢观看